自裁剛停在路邊 就被眼前的騎士發現 雙方爆發口角 要幹嘛 你們拍照什麼意思 我們不可以拍照嗎 不行 為什麼 那是我家不能拍照 雙方你拍我 我拍你相互蒐證 不過等待警方抵達前 還是先發生了肢體衝突 你不要亂動 你不要亂打人 他要亂打人 他先幫我亂打人 你動手打人 我是他 這起衝突 就發生在屏東的長治鄉 女駕駛跑到對方住家蒐證 不是為了抓猴 因為雙方都是今年 鄉長選舉的陣營 被拍的是現任鄉長 而女駕駛是對手的總部主任 原來他們接獲檢舉 鄉長疑似利用公所人力輔選 沒想到蒐證過程 雙方陣營就爆發衝突 另外在高雄鳳山 這位近80歲的蘇姓阿伯 幫人助選里長 卻指控遭現任里長毆打 我叫我出來一拜票 然後 署我的麻煩 你把我打這樣 人家有點恩怨 蘇姓阿伯指控 原本在街上陪候選人敗票 但遇到現任的蔡姓里長 騎車經過 雙方就爆發口角 接著還被里長動手毆打 導致手部多處破皮黑車 但遭現任里長否認 被指控的里長電話沒接 住家也沒人 無法獲得回應 但根據了解 雙方早有嫌隙 受傷的蘇姓阿伯 疑似曾推薦保健食品給里長 但事後里長發現被騙 一度要提告 雖然最後雙方和解收場 但似乎仍留下嫌隙 如今高雄屏東兩起案子 都已經進入司法階段 誰是誰非 選後人得由法律來做出 最後裁定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